三金的顺序 佛氏最初讲无量寿经 把西方极乐世界 详详细细的介绍给我们 所以无量寿经是尽头概论的 而且是多次宣讲 这一点我们要特别重视 因为世尊当年在世将军 也不仅只讲一次 没有重复 唯独无量寿经 重复了很多次 根据现存的仪本 现在大藏经里面所收集的五种的仪仪本 古得作详细比较 发现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繁文本 那么换句话就是佛三次不同所说的 至少是有三次不同 那我们很粗心的人 看没有心美那么细 也能够看出来 佛在方等会上讲过 清净 平等 绝经 无量寿经 佛又在大宝集会里面 讲过一次 这非常明显 大宝集会里面 有无量寿这一张 特别介绍这个西方经 所以确确实实证明 这个经是佛当年在世 多次宣讲 何况我们的翻译本 在古时候是传的有七种 古藏经里头有没落 这个无量寿经总共有十二次的翻译 现在只留了五种 有七种是传的 假如那个七种都存在的话 在一笔上可能 还更能够发现 有跟这个三种不同的版本 这就证明佛师说了很多次 佛一森对这个法门说很多次 那这个法门就特别重要 特别契机 他才会这样说法 多次宣说 那么其次 再说观无量寿经 观经里面实在讲呢 就是专门教给我们 往生净土的方法 方法在观经里面 这个无量寿经里面有说的简单 观无量寿经说的详细 你怎么个去法 所以观经跟我们讲理论 修行方法 这个九品因果 给我说的很详细 最后 佛说 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 我们也念得很熟 阿弥陀经呢 就是劝我们 法院求生净土 在这一部经里面 是真的三次 劝我们 应当法院求生别苦 劝三次了 一二再再二三 苦口婆心的 劝明我们 所以把这个三经 和起来看 这是世尊 彻底的悲心 令一切众生 就在这一生当中 圆成佛道 圆满成佛 唯一读这个法门 而且这个法门 非常齐合末法时期的重要 因此 《灭经经》里面说 将来佛法的发运 一万二千年 现在已经过了三千年了 还有九千年 将来佛法统统都灭了 所有经经都没有了 这《无量寿经》呢 还在 《无量寿经》最后灭 它还要多延续一百年 这一百年之后 《无量寿经》也没有了 还有一句 《拉摩阿弥陀佛》 这六个字 这六个字 还留在这个世间 有缘的人 善根深厚的人 遇到这句名号 能够专持 也能 可见这个法门 真正不可思议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